不久前,在北京工作的台湾女孩小赖在网友和宗青的帮助下,通过父亲给的清朝年间的地址,找到了祖先去台湾前的家乡,并在当地赖氏祖谱上看到了祖先的名字。 小赖的寻根之旅受到网友的关注,也让她的祖籍地福建省、张州市、平和县、板子镇、新田村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 9月20日,记者驱车来到新田村实地走访。 新田宫是新田村的一处重要古迹,始建于元末治政年间,历经多次重修,香火鼎盛。 新田宫是张州市对台交流重点宫庙,也是当地赖氏的信仰中心,供奉着在闽台两地有广泛信众的宝生大地。 上午10点,新田宫的办公楼内,赖汉中正在和中青门方越者祖谱,整理资料。 年逾六旬的赖汉中是新田宫的文史顾问,退休前当任新田元宝小学副校长。 多年来,新田宫对台交流接待台湾中青,大多都是赖汉中来负责。 此次也是他接待了台湾女孩小赖。 有人把我的名字,还有我的电话号码提供给他,他很高兴,然后就跟我加了微信,然后就对接上了。 他就专程来到我们这边这个地方,我还是带着他,向他介绍了一些我们这边新田类似的情况。 向他们介绍了我们这个跟台湾中青互相往来的一些情况。 今年中秋节,小赖计划去厦门旅游,父亲得知后,给了他一个清朝时期的地址,福建省张州府平河县生田卢西社。 想让他有机会去祖先家乡看一下,然而这是三百多年前的地址,在地图上无法寻到。 于是,小赖将此消息发布在社交平台上,希望得到网友们的帮助。 许多热心网友跟帖帮助一起寻找。 小赖感觉祖地在坂子镇新田村的几率较高,他决定附新田村看看。 他去了之后就发现说新田村的不管是建筑啊,街道啊,就跟台湾很像,就跟我自己在台湾住的那个园林那边是很像的,对,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亲切。 他后来就提出说要看看有没有可以找到他祖先的名字在上面,我就开始把那些祖父翻,当时我也没有注意到,就是把这个历代迁往外地的那些名录拿出来,然后就开始翻看。 他要找的就是第十四市,所以我们就翻到第十四市这边,我们这是暗暗系号边的,他就在这边找到第九十九号,这边正好有一个十四市登方宫,迁击台湾云林,正好跟他,他父亲给他的那个弟子,还有姓名,非常吻合。 看到这边,他非常高兴,非常高兴,高兴得真的眼泪就快要掉下来的样子。 马上拿起手机来给台湾中心,他的父亲报告,他父亲也马上跟我讲,非常感谢啊,非常感谢你。 赖汉中告诉记者,在台湾的新田赖市中心与祖地交流非常密切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新田公已接待台湾团队两百多个,三千多人子,台湾中心也在祖地捐建了祖庙、学校等。 新田村也被福建省台联授予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基地,同名同中村。 新田赖市现在在台湾台中市那边人口很多,在台湾总人口大概有五万多人,在清朝康熙年间、乾隆年间有很多中青,因为我们这边比较穷,就迁徙到台湾去。 现在我们已经记载到的,他们过来认主我们把他记下来的,就有九十三位,八六年最早的时候就有人过来这边行业认主,后来到了八七年、八八年、八九年更多,特别是在八九年的时候,他才开始大批地过来这边,这边业主,来这边还为我们新田小学这边建了一座教学楼。 在疫情之前,我们几乎每年都有组团过去跟他们进行交流。 不算两边的中青分隔了,分隔开来,然后时间也那么久,但是就还是彼此会惦记的彼此,然后如果困难的所有都会互相帮助。 我觉得那样的感情是很难得可贵的。 2019年正式看到大陆的发展前景和机遇,小赖才到大陆工作,如今在热心网友的帮助下又顺利找到阻地。 小赖说,她计划带疫情好转后,带着父亲和台湾中青回乡祭祖。 而大陆中青们也表示,届时将按照古礼隆重迎接来自台湾的亲人。 其实民间的交流都还是充满善意的,就包括我自己在小赖书上分享, 然后有一些台湾的网友也有留言给我,然后说也想要找自己的主集在哪边。 然后包括有一些是信赖的,然后有跟我讲,说他们看到主集好像是写平和线啊,什么什么的, 然后就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来看。 我感觉这种交流其实是还蛮好的,因为这种是写缘上还有一种很直接的一个关系。